字幕提供 嗨 大家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小蘭 今天要介紹的牌組是自然死靈 那這個自然死靈其實跟 應該是四年四五年前吧 那時候聖夜季 就是冷沙面辦的SGL聖夜季 去參加拿冠軍的牌組應該是幾乎一樣 我記得應該是沒有做太多的調整 這東西在我的youtube上面其實也找到那時候的奪冠影片 大家有興趣想去回味的話可以回去看一下 SCL深夜季就有了 然後這個牌組他最主要的點跟妖怪死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因為我們這副是自然死裡嘛 所以我們的牌裡面其實是在多了一些些不一樣的東西 那最主要當然就是自然走的瑪娜然後氣息啊養孩之靈這些東西 那也因為多了術的關係所以我們傷害來源有一部分到了中後期可能會靠拖特 那如果沒有的話也沒關係就當他是一個這個抽牌的手段就好了 除此之外的話呢最重要的就是這個死屍犬死屍犬可愛 這是我們這副牌另外一個很突然的一個爆發點 這張牌搭配上了妖怪死靈之中的這個九屯童子之後呢 我們就會獲得當自己使用的時候他會變成有急走的效果 那這個急走呢也是同樣會應對在死屍犬上面的 那這個死屍犬他就能夠在搭配上納可拉大樹破壞的時候獲得加加效果去做到很強的爆發 原本的妖怪死靈你可能要靠著撿過肺之後的引血等等東西來去做比較好的發揮 但是但是但是我們這邊如果有死屍犬的話呢他就能夠去做更強的東西 我們有機會就是死屍犬樹樹樹樹如果四張樹的話呢 這隻死屍犬就是九九的機走 我們可以用五費去做九九的機走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但是因為整副牌的樹其實沒有來的這麼多啦 我們的樹就是瑪納氣息 楊海之靈跟魯貝露這些東西會去產生而已 那荒野路人的話這邊只放兩張 就是讓他去作為第一張樹放在場上 來去作為第一個會破壞的目標就好了 那這部牌的選擇我們起手全幻一樣先去找的就是九吞童子啦 那九吞童子找到了之後呢中期的場面會靠著魯貝露 搭配不論是靈費的氣息等等東西來去做中期的一個鋪場 那後端的一個傷害呢最主要就是靠著 傳奇之孩然後布丁以及是死屍犬 加上黑黎歐這幾張卡片的一個傷害 銀卻這邊我們只放了一張進去 因為我們不太會打本體 本身場面上是會卡數的 所以我們不太打本體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就來看一下整副牌打起來的感覺吧 OK那這邊第一把打到的是這個 血鬼我們就全換 全換去找九吞 那進來的是死屍犬跟托特 其實也都還算是可以吧 那兩費這邊當然是先拍羊孩之靈 出來死屍犬是不太可能先拍下去的 除非我們很確定他前期沒有途徑 這些東西然後我們有比較大量的樹才有可能 做為前期拍下去的東西 那這邊再來就當然是火車 火車這邊拉上來的是黑黎歐跟布丁 其實整體上來講也還算是不差的 這個部分那對方這個是有狂亂手的東西 不停的自殘去抽牌 再回到我們當然就是直接進化黑黎歐 拉上一張大樹這邊直接黑黎歐進化 去解這隻的這個大雄 大雄解掉等下回合回到我們的時候我們會有一張的四四擊走 可以開始敲頭 也不說四四擊走啦 就是回到我們會有一個四四可以敲頭的 從者存在 對方這邊過來是八輪配上金魚毛頭鷹 然後再加上一張巴爾特 來去做結場 再回到我們這隻蹦出來 九吞童子進來了 那當然就是進化九吞 過盾 4點 就可以去選擇敲頭拉 那這裡其實如果要打布丁 也是可以 但因為 呃布丁下去他會有那個魔嗎 所以我其實稍微有點怕 卡場等等的東西拉 所以我最後是這樣子去做選擇 那對方這邊是狂貓頭鷹 蹦蹦 去解 然後選擇是不敲頭先做 場面交換 但他交換不掉 那我們就是 指示犬出來了 指示犬有幾種的效果 配上樹 變成三三的 再配上樹 變成五五的 再配上瑪娜跟樹 就可以變成 七七的 過了盾之後 七七選擇敲頭 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各位 那這邊 這把遇到的是皇家 打皇家 我們後手還是一樣找九吞吧 有九吞一定還是最舒服的 沒有的話就只能說 那也沒辦法 我們是後手嗎 這布丁前面 敲不敲下去其實也都可以 我打了一聲招呼 其實是可以下 我們友善 肯定是要跟 對方打招呼的 這是一個 進化軸的 會放到這個的理論上應該有放 至少一箱咒死吧 希望不要再重演被咒死 BAN死了 也有可能沒有咒死嗎 確實其實也還是有可能 OK 那對方這邊 我用這個景光這樣子敲 也是可以 其實都行吧 我想一下 這邊可能去交換吧 我想抽牌 他這樣子打一定是最好的 我們這邊抽一張牌看一下 或許打到後面我們 會需要用到托特的羨慕群 也不一定 因為現在這樣打起來看起來 確實是沒有這麼多的 牌可以去讓我們做最好的發揮跟使用 那這個荒野中氣息 這一層我應該是不會選擇打 手牌其實有點差 這裡可能會 可能還是要壓托特 可能啦 因為我們還是需要抽牌 這張托特雖然 他後續有可能 給到Leader效果 但 沒有久吞 我們的傷害來源是一定不夠的 剛一佐學出來了 這邊配上進化 他應該 不會 選擇結場了 那也還行 那這地方就會選擇敲頭了吧 6D 回到我們 魯貝露的話不會在這一層去 開始做發揮喔 想一下 因為我要算一下費用 其實是想要打這張2的 只是打這張2的話我要想一下 因為我下一層可以用魯貝露去刷一整波的 就是至少刷兩張樹出來吧 但我可能要用傳奇之海才能解這個 或者是我玄女先 卡一波 下一波再做魯貝露 其實應該也可以 下一波再做傳奇之海解 然後再做魯貝露 這邊這樣好了 啊我這個 其實順序其實還是打錯 因為我應該是會 打掉一張樹的 所以我這個應該還是要 先打一張 因為有可能抽到布丁之類的東西 那我們鎖這隻 撞這隻 下一層用傳奇之海 去解 場面比較麻煩啦 有點失控了 他用這個解到無所謂 這其實就給他這樣子解 完全沒有差 他想要這樣子解 就讓他去這樣子解 這裡九吞進來了 九吞進來反而是更舒服的 九吞進來可能是最爽的狀況 因為我們可以用九吞 直接爽一顆進化點 這樣我們等一下還會再多一顆進化 我用九吞去過這張 然後羊孩之靈還可以再拿一個 哇好讚 只是下一層做不了 魯貝魯加史詩拳 漢將來 漢將是不能夠被指定的 魯貝魯來了 那就魯貝魯吧 魯貝魯所拿到的這個獸群他會 加大樹或者是加一加一 或者是打頭 就不是很一定 這個是打4 然後再打2吧 然後他死掉出來的會是4次 這些都是要注意的 這邊應該還是得要壓進化點 我會死 我會死 連絡 我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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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其實我也可以用這只過 我想一下 我也可以用這只過就好了 我用這個過吧 因為他會有必殺嗎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我要不要交這張零 我交這張零的話可以用兩只這個去過 然後57他應該不太好解 好就這麼決定 這順序也是錯的 哎呀 太久 沒有玩這副牌了 因為這樣子有可能 不會是一個最佳的情況 我們這79他應該不太好解 如果他直接開8的話是一定解的掉啦 他進化次數是4次 3次吧 剛看這個東西是3次 所以他將會有6次 警光出來會是一個77 再第2隻喔 第2隻這個撞完會剩多少 4次 他用這個東西直接扛爛 其實我們就可以開始去做 我想一下51的話 應該是不用5對不對 我直接 1下去 然後我們的阿狗 開始長大 這就要一直一直來喔 這東西要一直一直來喔 完全沒有問題啊各位 這邊再一隻 就好像斬了 這個嗎 喔我這樣好像 弄錯啦 要繼續開瑪娜的 不過 這個草面他應該解不太掉了吧 啊 搞錯了 他這裡再蹦 倒出來 上一層沒有5道喔 這邊選擇5道的話 這樣子剛剛應該要繼續做 素生瑪娜啦 才對 他這夠 夠久這隻嗎 也不夠啊 他不想要 他覺得算了是不是 狗狗算立功了吧 OK 那我們這個 這次也算是有立功啦 這幾天再來出一些 比較 跟這個大賽有關的影片吧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